皇帝逼和尚吃肉,和尚说,你若答应不屠城我就吃,留下一千古名句。 在历代的君王中,曾经有许多的民主与暴君这些人对佛教都还是很敬畏的。 佛教传入我国后,由于其教义非常符合统治者的观念,所以被大肆宣扬,一直以来都会作为君主统治的一个手段。 有很多的皇帝,一直以来都是对佛教相当大崇拜南朝,曾经有一个皇帝叫做萧衍,他曾经还将自己许给佛祖出家为僧结果,被大臣硬是花银子从寺庙中又熟了出来,就这样反复几次他一直都有一个作和尚的梦。 可是在历史上,并不是所有的君王,都会对佛教产生好感。 有一个人就是对佛教一点好感,都没有甚至会产生敌意。 这个人就是张献忠,明朝末年文官集团把控朝政,再加上小兵和时期的天灾,许多百姓流离失所,无法保障日常生活。 因此一些人被迫起义国家危在旦夕,此时起义军中最为厉害的,当属李自成部队和张献忠部队,二人皆形成了庞大的队伍,并且称帝然而,张献忠的势力虽然十分庞大,但是他的政权并没有维持多久。 这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,他的军队,也和他本人一样充满力气,这样的统治者只能给人带来恐惧,而得不到百姓的爱戴。 据说张献忠非常爱杀人,甚至以杀人取乐他的军队,在攻破一个城市之后往往挥旋,宅图成联手无腹居治力的百姓们也不放过这样的行为,也注定了他的统治不会长久。 同时张献忠还有一些很奇怪的癖好,因此他在攻打渔城重庆之时,就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。 张献忠在一个破庙里,围剿了一群和尚出于恶作剧的心态,忽然他就灵机一动,想了一个侮辱和尚的方法。 因为和尚历来都是吃素的,所以他就希望这些和尚都破解开始吃肉。 虽然这对于和尚们是大忌但是迫于压力,他们不得不听从有志气的和尚,自然是宁死不屈的。 但是其中却有一个叫做破山的和尚说道,如果你放过这些人并且不屠成,我就吃肉。 张献忠听完之后,觉得和尚愿意吃肉,很有意思,便同意了破山和尚的要求。 破山听后十分高兴边吃肉边说道,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有意思就是说,就算自己吃了肉信仰也永远不会变而这句话,也一直流传到今天成为了一句佳话。 罗子